那么下面 现小本弥陀共有三种 就是阿弥陀经 有三种仪本 实际上两种仪本 一种是晦记本 阿弥陀经 邀请三藏法师 丘摩洛书翻译的 这个流通最广 在中国 修净土的人 没有一个不念的 讲的人很多 诸解的人也很多 第二种呢 称赞净土 佛舍受净 这是唐三藏法师 玄装翻译 这个经流通很少 两种本质比较 过有过的长处 但是中国人喜欢 阿弥陀佛 喜欢罗舍达斯 所以 罗舍是意义 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玄装大师 执意 是印度化 所以我们读起来 也说个个不如 第三种呢 是阿弥陀金 秦唐 年安意 汇集本 这是下连句句子 为我们 把年中汇集起来 那意思 更明显 更容易看出来 底下六维 介绍一下 秦唐年义 大体相同 稍有出入 秦宜的 经要流畅 众俗众向 它是意义的 不是这意义的 完全用中国人的 这个章法 借口 中国人读起来 像自己人写的文章一样 喜欢 唐仪呢 在准确相避 因为他照 梵文原文 一句一句梵的 几乎梵文的意思 全显示出来了 详细完备 列包圆面 保持梵文 原来的面目 现实汇集涟漪 夏年句老句子 是黄念族居士的老师 所以他趁心思 汇集联系 借其经要 根据六朝社经 补足情谊 所缺少的二十一个字 罗舍大司 翻译的时候 也许是后人 抄写错误 漏了二十一个字 这二十一个字呢 在 《襄阳诗经》 里面有 《襄阳诗经》 十六朝人 首书十可 于一心不乱之下 还有 《专持名号》 以趁名故 助罪消灭 即使 多善根 佛的应援 这二十一个字 很重要 我们这里 参考资料里头 有 《襄阳诗经》 有这条 十可 阿弥陀佛经 在十杯上 刻的 弥陀佛经的经文 刻在十杯上 最著名的 为 湖北向阳 龙心寺的 十可 弥陀佛经 时辰 向阳 世界 那么 居 根据 龙书 赠广 净土 文 卷义 阿弥陀佛经 拓文 这一条 这是 王龙书 居士 记载的 向阳 十可 阿弥陀佛经 是随朝 陈仁林 所书 阿弥陀佛 这就是 讲中国的书法 阿弥陀佛经 非常秀丽 课得很好 阿弥陀佛经 可以消灭 即使 独善根 佛的 永远 经事 传本 托辞 二十一字 这是一个字 漏掉了 这是六字 最重要的 是让我们 真正 明白了 阿弥陀佛经 上 所书 不可以 少 善根 佛的 永远 得 身比 过 有这一句 我们今天 讲 念佛 就能 往身 那我们 善根 佛的 永远 不够 这个地方 不出来了 念 阿弥陀佛 就是 多善根 多佛的 多音乐 行是 名号功德 不够事业 让我们放心了 过去生中 确实 有善根 善根 我的音乐都有 不够 不足 怎么知道 有善根 我们 听了 这一句 阿弥陀佛 读到 弥陀金 他生欢喜心 这就是善根 没有善根的人 你念佛 他不想听 不愿意听 你请他来听 他听不懂 经他不愿意看 这是 没有善根 佛的音乐 我们能信 虽然信得不够深 也想往生 这个心也不肯切 也念几句 阿弥陀佛 说明 你有善根 你善根不足 那怎么样 多年 佛号念得越多越好 用命 严寿大死 当年在世 每一天 十万神佛号 黄念书老巨师 往生之前的半年 每一天 十四万神佛号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教我们 他们做榜样 给我们看 补足 善根 佛的 因缘之 不足 他们都补起来了 所以到林中 真能往生 往生的品位 很高 这是教我们的方法 我们念佛 念得会疲劳 会疲倦 念念的 忘念起来 会忘掉 这都是 善根 不足的现象 勇猛精进 就把善根 佛的 补起来了 所以这个 二十一个字 很重要